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婷 香港战中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由于迟迟等不到港府的正面回应 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 11月30号晚上在京中举办晚会 号召数千民众准备头盔和眼罩 并在晚会结束后包围政府总部和特首办公室 引爆严重的警民冲突 香港警方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 并用催泪水计驱散示威者 至少有40人遭到逮捕 示威群正把护栏往前推进和警方爆发冲突 香港战中运动迈入第64天 主导团体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 把行动升级 11月30号晚间在京中举行集会 号召数千人包围政府总部 立法会和香港特首办公室 目标瘫痪政府让官员无法上班 晚间10点多开始警方采取行动 出动警棍警犬和胡椒喷雾 试图驱散龙河道上的示威者 双方爆发流血冲突 凌晨3年左右龙河道一度恢复通车 但大批示威者重回现场再次与警方爆发冲突 直到12月1号早上7点警方才暂时控制情势 估计逮捕至少40名示威者 不过政府总部及立法会大楼外 依旧有大批示威者留守与警方对峙 政府总部因此暂停上班半天 立法会也被迫取消早上的会议 战中运动要求2017年特首选举举行真普选 并且要求中国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收回对香港政改的相关决定 但北京方面至今不为所动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道 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 全台22个县市民进党拿下13席 获得压倒性胜利 6度当中国民党只保住新北市 执政县市从原本的15席调到只剩6席 蓝绿版图大洗牌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日本放送协会和英国广播公司BBC 都以大篇幅新闻报道 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遭遇极大挫败 柯文哲 赢路透社则指出 九合一选情最关键的台北市 有五党籍候选人柯文哲赢得胜利 终结国民党16年的执政 包含台北市在内的多个国民党执政县市 选后一主 行政院长江一华29号晚间宣布请辞 为败选负起政治责任 此外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也针对选举结果做出即时报道 并分析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遭遇空前挫败 2016年总统大选将面临一场硬仗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曼哈顿街道上人来人往 加上耶旦节即将到来 耶旦树等装饰让街上充满节日气氛 而感恩节其中的重头戏 梅西感恩节游行 各种造型卡通气球将近五六层楼高 还有发车 乐队等伴随音乐陆续出现 民众人不会寒冷上街共享盛举 对美国人来说 感恩节是一年最重要的节日 原本是清教徒和当地印第安人 共同庆祝秋收 让他们得以生存 而根据美国CNN与民意研究公司ORC调查 2014年感恩节有86%民众晚餐吃火鸡 比起1992年的91%比例已略为下降 过去民众在感恩节晚餐吃火鸡庆祝 现金则多了商业元素 不少人选择吃完火鸡后工房购物 且越来越多商家在感恩节晚上就开门一夜 让纽约街头人气满满 主张晒机者黄兆平纽约报导 泰国桥界两年一度的台湾乡亲运动会 接近在首都曼谷登场 参加的台商和眷属来自泰国各地 人数多达上千人 乔委会委员长陈世奎和驻泰代表陈明镇 也以大家长的身份立临会场和乔胞筒了 大家在运动竞赛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是全力以赴的征求一个成绩 我也希望说台湾乡亲运动会的精神 能够给我们所有台湾还是海内外 都大家一起来参考 运动会现场安排田径 接力 拔河和趣味竞赛等项目 每支队伍争取好成绩 更趁着这个机会联络感情 台商眷属也准备肉粽 挂包和烤肉等各式台湾点心和餐点当作午餐 让乡亲度过充满台湾味的一天 中央设计的刘德仓曼谷报导 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校园 与南韩执政新世界党在内的41个国家 共50个政党领袖 出席在首尔举行的国际民主联盟 IDU政党领袖会议 IDU是跨国性的政党联盟 且国民党是资深会员政党 蒋校园被推选为IDU副主席 我们中国民党参加国际民主联盟 时间非常长 而且也担任其中副主席之一 去年我也被选入IDU的副主席 今年可能改选 也有机会继续的担任IDU的副主席 当然有机会 也可以跟相关的有关的人士 可以就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给交文件意见 蒋校园也表示 参加国际政党交流的会议深具意义 而其中参与会议的24名青年领袖 也会到台湾观摩九合一大学 三天的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这个国际的青年民主 24个青年朋友 11个国家会到台湾去 到中华民官选 这个中华民国的九合一的大学 希望能够见证整个台湾在民主 是个工作上面的一个贡献 对全世界民主的推动的一个成效 总统马英俊将在总统府接见代表团 希望能借由交流互动 让台湾年轻人更加国际化 了解国际参与对未来世界的重要性 中央社记者张远珍首尔报导 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 最近升格为台湾研究院 中国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 郑立忠出任院长 和清华大学校长陈吉明共同接台 他表示台研院未来 着重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为中国大陆对台决策服务 台湾研究院将在未来的统要任务 包括四个方面 也就是理论生化 实践创新 人才培养和制度建筑 理论生化方面 研究院将致力于探讨和生化 两岸和平发展 两岸经济合作和国家统一理论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出席 欺勉台研院促进两岸在经贸文化 和教育科技等领域上加强交流合作 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需要两岸双方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坚定信心 相忠敬互信 相互尊重 良性互动 使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 更加恐怖 接牌仪式上超过150位两岸产观学界人士与会 还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 和全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 也分别在会中针对两岸经济合作 和共同发展的题目发表演讲 中央社记者周慧莹北京报道 国际透明组织1995年起 每年依据全球独立调查机构的报告 针对100多个国家或是地区的公务人员 政治人物贪腐程度进行评比 并公布贪腐印象指数和清联度排名 受到国际关注 台湾在去年的清联度排名是第36名 在东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日本和香港 今年的清联度排名将在台北时间3号公布 全球视野将继续带给您更多的后续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